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大鹅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两边对折 折压一下右侧这一段 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 从这个角这里开始 使这个角落在这个折痕上 再把这一半往里折 展开 把刚才的 把这个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上折 左右两侧 按着折痕往里折 这个边往里折 展开 从这个点这里把它撑开 把这个折痕捏起来 折向左侧 中间对齐 要好 另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上折 把这个角往上折 展开 再往下折 再把它对折 再把它对折 梳立起来 再向外侧 这一侧也一样 放在背面 两个角对折 两个角对折 大概对齐这个点 把它往回折 然后展开一下 这里向外撑开 下面也一样 向外撑开 把它对折 把它对折 把这个角拉上去 这个向外拉 往里折 再往外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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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 撑开 按着折 还往里翻折 再往外翻折 再收好 这个小角 稍微往外折 稍微往里折 稍微往里折一点 另一侧也一样 另一侧也一样 往前折 往前折 分开一点 调整一下 使它能够自然的粘力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蛇蛇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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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